二零二零有今年監委提名名單 他提了二十七個裡面 有二十四個其實都相當綠 都是跟綠有關係 或是前立委啦 或是黨員 或是前民進黨關係密切的 那蔡英文還說 我這提名的好多元 一片綠叫什麼多元 如果這是多元 那什麼是不多元 各式各樣不同的綠 不同綠 還是綠 還是綠 來 放心 怎麼看 其實像蔡崇義跟高永成 在進入監察院之前 他們打的還是民間的 這樣子的一個單位的一個口號 這個高永成 還是民間私改會 非常重要的成員 可是你看他們最近所辦的案子 我覺得其他的 他們跟這一個陳詩夢 一起辦的案子 我就不去立講了 最近這一個取棍球的這個案子 取棍球協會 那個時候為了段一康 為了幫這個他自己的 這個民進黨的同事 然後一起來助選 他就要去誣指當時取棍球協會的秘書長 他林昌敏 這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然後當時在選彰化縣長 就誣指他說A了錢 他說如果他沒有 那我就吞取棍球 結果後來檢察官一查 真的沒有 所以就沒有起訴 因為沒有起訴這件事情 段一康到現在很難公開現身 因為他只要一現身 他就問他說你取棍球吞了沒有 每一個人就要問他說你取棍球 到底吞了沒有 那現在我們發現到說呢 最可怕就在這邊 高永成也好 蔡崇義也好 他們就因此去辦那一個辦取棍球協會 不起訴的檢察官 然後彈劾他 司法院整個的職務法庭 整個把所有的卷宗看完了之後 這個不起訴是合理的 這完全是合理的 所以這個人被彈劾了 檢察官被彈劾了 司法院認定不需要懲罰 監察員還有任何威信嗎 可是接下來你就發現說呢 他們把那個整個檢察官 監察委員約巡檢察官的所有的錄音帶 錄音資料全部公布了之後 蔡崇義 高永成 怎麼樣子大剌剌的說 高永成是大剌剌的去跟那個檢察官說 你也好做事 我們也好做事嘛 你以為段儀康委員不會來找我們嗎 段儀康委員就來找我們了 我們壓力也很大 如果我們現在不能夠讓這個案子翻案的話 你叫我們要怎麼辦呢 你不配合我們 那我們就只好彈劾你啦 我們彈劾你之後 這個案子才能再審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心態 我幫段儀康出一口氣 所以我要去彈劾一個檢察官 一個監察委員 過分的干預司法莫此為勝 這兩個都還不是民進黨籍的 都已經做到這個程度了 可是這一次蔡英文 還要繼續的提名蔡崇義跟高永成 我剛剛說了蔡崇義也好 高永成也好 之前跟陳詩夢 他們所辦的案子 其實這社會上 已經有非常多的聲音 認為其實是非常的不適當 尤其司法院司法體系反彈非常的大 可是這一次蔡英文 人就要提名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其實做得很過分 但我要講的是 這兩個還有所謂的 非民進黨籍的身份 那我請問你陳曲呢 你大家看到了李靖勇 在中選會是如何做的 如果到最後監察院 只成為了政治打手 那整個台灣社會會變得更加的可怕 網上看新聞請下載TVBS App 或直接按訂閱TVBS新聞頻道 請下載TVBS 請下載TVBS